大家好,我是游子 看看我早上吃早饭的地方 这是一个网友给我送来的花 这是什么花呢? 这是线菜的籽 这是蓬浩菜的籽 不知道这是什么红的花 很漂亮配 这是拉奔腾薰衣草 然后这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已经长了很大在外面 我只是把它剪下来了以后插上的 这一盆也是一个朋友送 一个网友送的 好cute哦,好漂亮哦,好喜欢这个 早上起来打开门 有一个网友放了一盒台湾藏果三盛 哎呀,甜的比蜜汤还甜 谢谢这位种三果的网友 也谢谢给我送三果的网友 昨天青蛙在我们家门口放了个纸袋 我一拎,我说是炸弹还什么 扔完它就飞车走了 然后给我留了话,说是给我交昨夜 你看看这个卷心菜 比我的手要大多少 不得了 哇 他现在已经绝对毕业了 看看我怎么吃这颗卷心菜的 这是Sam点的罗松汤 里边放了牛肉丸子 土豆,洋葱 还有朋友种的这颗卷心菜 很浓很浓的 我没有放番茄 但是我放了番茄的这个酱 煮这个汤 因为那个锅盖太烫了 我手一松锅盖炸到了灶台上 这个灶台是玻璃的 所以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不禁炸 给我全部炸坏 这一道一直炸到这里裂开了 换一个500块钱没了 这是感应电磁罩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 很不方便 所有的砂锅都不能煮 所以我又买了铁锅 然后你看铁锅又烫又重 我又买了个新的灶台 它是可以煮所有的锅 Sam说还好不是我炸的 如果我炸的话你会叫的高八度三八度 是我自己炸的 只能默默的上网又去买了一个 看看Sam是怎么吃的 他把汤存在这里 然后把干的捞出来 存在这里吃 他说太好吃了 谢谢你 另外一半一块新菜 我把它做成酸辣凉菜 那是我妈妈经常做给我们吃的 大白菜 把这个菜啊 掰开 掰得你要多大就多大 然后放开水里煮 把它煮熟了以后拿出来让它亮 等它冷了以后 加入蒜蓉辣酱 盐 和太史 甜辣酱 再放一点点醋 然后放冰箱里 让它腌制个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谢谢网友们对我的宠爱 网友给了我一些草头籽 终于可以吃了 种的不多 只是来试验一下 因为这个季节有点不对了 准备做一道米酒草头 哎呀不要套套 这个锅也能管不成 因为草头不多 所以我加了一些菊花板 起油锅以后放下菜 放一点点盐炒 等它炒熟了以后 准备装盘之前 加上米酒 然后就成盘 如果你种草头的话 现在可以收了 然后你可以试试这样的做法 特别香 记得应该是两个月了吧 两个月之前我买了一块 腿肉 TOSCO买的才一块两毛钱一磅 我吃了几块腿肉都分装 在冰箱里 今天拿出来两块 跟那个笋一起煮 私孙烧肉 上海人吃东西很讲究 吃什么鱼啊肉啊 都要吃热气的 冰冻的都不吃的 今年是我来美国的 第三十个年头 我已经学会了吃冰冻的东西 这个疫情让我们要学会 改变生活习惯了 另外还要学会 独立思考的能力 网上所有的信息 都是选的来发的 所以我们还要学会 独立思考 这是网上买的酥冻的烤鸭 在烤箱里烤了正面十分钟 反面十分钟 它有一个sauce 皮脆脆的 sauce是甜甜的 特别好吃 这里是半个鸭子 吃的那么好吃 我又上网 赶紧又去订了两个 特别推荐大家去买 干煎了两条黄鱼 这是花园里在的baby西兰花 跟一个宝打菜 我又做这个酥鸡了 上次做的都送朋友吃了 又弄了半个烤鸭 晚上 看着外面的晚霞 喝着我刚刚做完的滚烫的豆腐汤 麻婆豆腐 看上去好像很辣 对不对 不怎么辣 我里面放了豆腐 葱还有最最最最好吃的一样东西 就是和虾 把它晒干以后的虾米 这是Sam最喜欢吃的麻辣豆腐 但是我放了这个和虾米以后 他就不愿意吃了 他说 TUCHINESE 真的是傻瓜 这是麻婆豆腐的作料 他这里面有三包 我已经用了一包 用一罐鸡汤加入这个作料 然后加入在黄酒里浸泡过的虾米 煮开后放入豆腐 最后放一把葱 美味的麻辣豆腐汤就做好了 客厅外的风景 今天晚霞特别漂亮 因为白天很热 家里人问我 你每天做那么多菜吃得完吗 不是的啊 这是三四天做的菜 我只是拍了视频把它留下来 把它剪接在一起 跟大家分享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